您好,欢迎来到Sara的Studio,我是Sara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圣诞节的装饰 圣诞老人挂件 在半张A4纸上,先用尺子画出两条平行线 再把这个平行线呢,画成一个长方形 注意在长方形的上面,留出足够的位置 一会儿我们要画圣诞老人的帽子 这个长方形呢,是圣诞老人的胡子 因为我们今天要把胡子对折 所以这个长方形画的要长一点 三角形当帽子,圆形当毛球 画身体的时候,先画半个椭圆 在椭圆的上部左右两侧画胳膊 把胳膊用两条线画出一个宽度 胳膊的最前端画出袖子的毛边 画手的时候呢,我们画成圣诞老人戴着一个手套 手套也是先画一个半椭圆 然后在侧面呢,加一个小小的指头 注意这个手套的方向 一定要让指头朝进身体 好,现在给衣服加上装饰 像一个倒着的踢,是衣服的毛毛边 加上一个腰带,在身体的中间 腰带的中间呢,加一个腰带扣 是两个长方形 画脚的时候呢,注意左右对称 让它画的差不多一样大 然后前面呢,是一个半椭圆 当它的斜面 现在在上面画一个脸 脸是一个半圆形 在半圆中间呢,画一个圆鼻子 半圆里面加上两个眼睛 鼻子下面加嘴巴 帽子的底下呢,加上一个毛边 好,都画好了之后呢 我们注意一下线条啊 辅助线就不描了 我们现在把剩下药的线给它描下来 描线的时候顺便就把眼睛给画了 因为今天的这个肾脏上挂件是挺小的 大家如果想要画大一点呢 可以把这个画的大一些 但是它大了可能就没太可爱了 所以大家酌情的给它改变一下 不要画特别大 因为我们主要还是想要挂在家里面做个装饰嘛 描线的时候注意一定要把线画在我们铅笔画的位置 因为我们如果画出去了 那铅笔线的作用就起不到了 画好了之后 把铅笔线擦掉 这样能让我们一会儿涂颜色的时候画面更干净 圣证老人的颜色呢 基本上就是红白黑三个颜色 我们把帽子涂成红色 毛边流出来 注意先涂边再涂中间 把颜色涂在里面 鼻子呢可以涂成红色 也可以涂成皮肤的颜色 衣服是红色 注意把所有的白边都流出来 手套也可以涂成黑色 衣服涂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画一下鞋子 鞋子可以涂成黑色或者棕色 同样是注意不要涂出去 和黑色涂好之后呢 一定要小心不要把颜色蹭出去 要么画面就脏了 现在把头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呢 我们要用胶 把它从后面涂胶 贴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上面 注意要留出一点距离 如果头和身体太接近的话 圣诞老人就没有脖子了 所以一定要把它给涂到上面 大家注意到我把这个胡子 反着朝后折了一下 之前我们胡子画的超级长 那现在呢 它胡子就没有那么长了 胡子不要盖到它的腰带 现在小心的把圣诞老人的整个形状都剪下来 注意头的部分把它剪成双层 就是不要把它剪断 沿着帽子的形状剪下来 好我们能够看到 在剪的过程中就能看到 这个胡子是稍微有一点点立体感的 因为它是双层的往后折了 所以看起来是有一点点翘起来 有一点立体感 这样呢 我们的圣诞老人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么我们看看侧面 它是这个样子的 有一点点立体感 帽子的这个位置呢 双层 我们可以把线呢 穿在中间给它粘住 这样方便我们悬挂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请点赞并关注 希望能够尽快能够在我的精品小班课里 见到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了